李秀平是济南木偶系传承人 80后的他将现代科技融入到传统木偶系当中 正逐渐让这门老手已活起来 7月10日记者在李秀平的工作室内看到 长嘴大耳朵的猪八戒 聪明睿智的司马光等形态各异的木偶 整齐的排列在展示台上 李秀平正在木偶制作间内 全身贯注的为新研制的木偶机器人制作偶头 李秀平告诉记者 自己与木偶系的不解之缘起于儿时 我小的时候就看木偶剧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剧场之类的 就是走街串巷在村里 每次有西班子来演出的时候 我都是第一个跑到那去 因为村和村之间是相连的 他们也会轮回地去演出 那演出的时候我也会跟着 其实从小就特别喜欢 后来的话就是拜了师傅 这儿八经地学这种传统的这种木偶 从而是跟着村里的西班学习 到后来正式拜师学艺 并成为济南木偶系的第六代传人 李秀平一路走来积累了很多经验 同时也发现了传统木偶在表演过程中 存在着诸多弊端 例如木制木偶 动作相对简单 表演中耗费较大的人力物力等 于是李秀平在四年前开始组建团队 研发自动化木偶系 利用程序控制木偶进行表演 传统的那种演出 不管是木偶系也好 不管是现场的演出也好 它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那它演出的场次就会受到局限 那之前的话 木偶的内核结构就是木头的一个支撑 那我们现在木偶的内核结构的话呢 是用了机器人技术 加入现代的一些科技 自动化的演出舞台 再加自动化的机器人木偶去演出的话 它就不会受人员的这个局限 经过不断努力 李秀平带领团队成功研发出木偶机器人 木偶偶身可以做出鞠躬制屑等细腻的动作 表现力大大增强 除此之外 李秀平在移动舞台设计上 也最大化作到便捷和智能 能够实现在十分钟内完成整体舞台的收装 为了使记者更直观地了解自动化木偶戏 李秀平在移动舞台上展示了一部 以济南民间传说故事为蓝本的剧目 济南传说 他说木偶机器人和移动舞台 只是一个载体 剧目才是木偶戏的核心 在我看来 木偶它就是一个载体和平台 里面的内容和剧目才是一个核心 所以现在我们不只是在研发 这个机器人和木偶艺术的 一个结合 我们更关注的是故事的内容 我们希望把更多的中国元素的一些故事和内容 传递给更多的人 那这样的话呢 就更好的去复制 只有复制出来 更多的人看到 才能让更多的人去喜爱和传承 李秀平认为 飞移木偶剧种的发展应该是传承和创新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要以传承弘扬传统艺术为本 另一方面 飞移表演没有创新就不能发展 不能变成活化史 未来李秀平将带着自己的木偶戏走进乡村 学校以及社区 并计划在中国搭建三千到五千个小剧场 让更多的人了解木偶西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